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哥正能量 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3月份 那么过去的这两个多月 几乎每一个月的看房的单子量都特别的大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房产的中介 基本上在每年的3月份开始 才是正式的房产的这个交易的一个比较迅猛的时期 但是在今年1月末 包括2月的中下旬 业主出售房子的这个房量特别特别的大 现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北方的中心城市 房价今年2024年开始的年头 开始的年头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价格下调 今天给一个大哥拍几套房子 大哥现在是三套房子 过年回来过年 过年之后准备回到南方去上班 现在房子长期是搁置状态 那么今年年底的时候 那房子大概是要12000一瓶 那到现在那房子还没有卖出去 已经快两个月的时间了 现在把价格继续萧条到9000一瓶 它楼上楼下的价格 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在下跌 包括各大其他的房产中介 或者二手房中介 所挂高的挂卖的房子 今年的价格都在下跌 那么这个下跌 其实并不是人为的想要把价格打下来 而是什么呢 而是现在卖房子的人确实太多了 那换句话说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房子难卖 不好卖 甚至有一些城市房子的库存量比较大 出现了这个租房子也比较慢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这个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视频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几个高层 大概也就是才两年多的房子 入户率不算高 也就是30%到40%左右 现在整个有的甚至比较多的 整个这个一个单元 40户左右 其中有七八户 七八户 经济十户都在卖房子 那么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 凭我们现在中介的经验 第一个就是 很多人手里的房子还是比较多的 在2019年呢 我网上看到一个房产的经济专家 他说目前我们国内的人均的拥有的房子数量是2.2套 那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真实性呢 咱们也没有办法去考量 不过呢 如果是当地城市不是外来人口的话 那平均每个人2.2套呢 有点夸张 但是平均每个人有一套房子来讲还是比较现实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说的 现在大家都不缺房子 第二个问题就是 年轻人现在卖房子的比较多 那么我接触的年轻人就是30多岁的 卖房子的比较多 主要原因就是 现在的收入可能比较低 花销也大一些 他们现在缺钱 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是通过去卖房子吧 变现 那么第三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对于楼市的这一块的担忧比较大 尤其是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呢 一般情况下 要么是有一套房子 要么就是自己有一套老房子 儿女呢 买了一套 或者是和儿女一起居住 很多老年人就会把原来的老房子卖掉 这种情况比较多 老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房子贬值 没有了养老钱 不管怎么样吧 现在南方也好 北方也好 对于楼市的观望程度 现在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人 大多数人 无论是年老年轻 其实都在关注楼市 关注房产 只不过大家呢 现在还没有想买房子的愿望 大家都在观望 看房子到底是涨价 还是这个降价 所以说房子如果开始稳定的话 相信房子的交易量应该会上去 就别有事了 就别以为了 当然 我睡觉就有了 轻费